稳扎稳打 打团战 毕竟双C输出也差不多了 是啊 这个输出很高啊 就腰肌加上维鲁斯 还有一手奥拉夫 这个团战能力很强 但你会发现如果 他不拿一个波比 没有一个前排 去阻挡对方的各种开团的话 他这个维鲁斯一旦倒下 腰肌一个人 他是没有办法打持续伤害的 稍多期待 马上来到双方BO3的绝胜之战 大堂服务员的紫云楼 也是中楼是吧 守会中楼 我可能是个假西安人 无伤大牙 可以自己圆自己 现在来到第三场比赛 双方打得很谨慎 就没有说像上一场南风 那个深入野区 深入敌后的那种状态了 没错 但南风这个选手 他其实非常喜欢去搞事情 喜欢找机会 来看一下双方的 基石浮温情况 下路的话 致命节奏 对一个强攻 然后辅助 布格纳的艾黎 对一个起风密集的布隆 中路 余震力丧着没什么问题 电行妖精没什么问题 打野也是很常规的 上路 赛恩起风密集 对一个余震的波比 两边打野都是红开 但随后的路径 有一些区别了 是 孟远这个路径 就是先红开 然后去蓝区 从上往下刷 更多的去保一个下半区 双方打野这场的主要视线 也是要放在下半区的 因为就像刚才说的 上路基本上就不管 对 开上校说话了 他认为两边的阵容是44比56 嗯 这个强度比在开上校眼中 差距是很大的呀 嗯 随便赶紧要升一下三 下路 Mason这个位置好主动啊 他这个消耗能力很强 莫格纳在下路 尤其是一级的文 跟一开始的布隆 这种对拼能力太差了 对 就布隆的话 他可能打一级团比较强 但是像打线上两个长手 没有办法打出被动 对 两边打野都是清理自己的蓝区 嗯 现在的话倒不是有什么太大的机会 因为梦魇的话 六级之前没有办法去实现一个超远距离的一个开团 而且还有那个关灯的效果 这边极限的一个Q技能 刚才好像差点是Q到了小宾 嗯 嗯 达威依然是遵从上一场的那种打法 下路利用手长的优势 所以不断地炮防御塔肚层 哇 这个肚层 疯狂压制啊 嗯 再点两下 治疗直接交出来了 我的天哪 这是个布隆的治疗 ADC它是个带进化的 对 因为这个进化的话 WE下路二人组的控制能力太强了 6级那一波不带进化的话吃不消 但如果那一波中野过来的话 即使是个布隆也遭不住 嗯 人多势众啊 再加上妖姬这个伤害 太高了 上了的话 前些pose是能够压线的 4分钟第一层肚层掉了 而且 他应该是有意识到奥拉夫的位 他应该是有意识到孟魇的位置的 嗯 所以他在这个下半区的这个视野 没有做得非常的密密麻麻 对 而且孟魇现在想去干个下路也不好 对 毕竟这个孟干纳还能保护一下 几方的AD不被恐惧的 嗯 这边直接闪现主动打 但是有一个盾啊 对 博亮TP想打一波四宝下 直接一个预判Q 我的天 Missing看下Missing瞬间形成一波反打 先斩掉维恩 角树一针的闪现 回身一键能出来吗 并没能出来 这样双方AD打了一波互换 嗯 但是Missing这波其实打的已经很不错了 他差一点能够再换掉一个 也是提醒大家扫码领券 这波雪传 扫码领取限量黄金计划 买一赠一诱会券 一会会出现在左下角 Missing刚才很细节啊 是 预判Q一个TP的落地的时间 对 就一般其实落地那个时间非常不好掌控 在下莫娜那个Q现在其实是比较快的 嗯 就很容易飘过去啊 刚好是给他控住了 这个人头的话是给到了J 给到了J选手 也算是能够稍微化解一点点 泡夫加上南风在下落的这种压力吧 稍微缓了一下 对 但因为一开始那个一血呢 是被维鲁斯给吃到了 是 而且也吃了个肚层嘛 再加上人头也没有给到下落 维鲁斯比尔吉沃斯完刀了 不容我闪现去 莫娜刚刚刚这个黑盾 大概晚了0.5秒钟 这个时候盾已经掉了 但是泡夫这边已经被收掉 后续的话 虽然闪出去 但是后续 这闪现过来给了一个W技能吧 对 然后导致他那个地方好像是A不到 A不到南风 A不出来了 A不出来了 现在回到了下落对线 W下落二人组依然打得非常的主动 因为从装备上来看的话 一个是B2极我头弯道 一个仅仅是吸血鬼结杖 而且中路我刚刚立桑主 因为交了自己的双招 现在他没有闪的情况下 导致妖姬现在有可能会更加主动了 是啊 而且就继续往后说 就是妖姬如果主动成功了的话 会导致中路局面打开 再次来一波下落 因为马上就到中路 中路现在已经是卡着六级的这个节点了 利用下落推线的一个优势 背上入侵到对方的红buff处 直接开过来 虽然说没有红buff的梦言 依旧是直接扑后排 但是自己只能做撤退了 旁边悲伤就在旁边 已经是放弃了蓝色方的红buff 一个闪现加Q技能 直接打残两个人 最后下小兵的补格梦格兰 直接用一个W技能收掉了VN 妖姬过来 配合威洛斯的伤害 再斩步了 这一波打完之后是完成了一个零换2 虽然说是VG主动打了一波 但是他们那波开团 其实开的有一点点 就是忽略了WE其他中野的位置在哪里 而且很勉强啊 我发现其实他WE的中野不过来 似乎孟眼也要被打退了 就斩杀不了 这首虚弱很关键 而且再加上孟格兰这个盾也很关键 再来看一下这波 孟眼先是开大号令 队友登仗 然后布隆跟了过去之后 应该是 布隆过去了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队友已经撤了 因为孟眼一旦恐惧不到人 你就很难去把伤害给打毒 因为孟眼本身是一个身板非常脆弱的人 就留不住人了嘛 留不住人 然后一旦说被维鲁斯这样拉开距离去风筝 他就很容易被点死 对 孟眼的强势就在于这个恐惧 然后那短暂的几秒钟时间 可以让他敞开输出的 对 这样子一来的话 他一下路又拿了两个人头 回去 再补一个反曲之功 这样子会持续领先 二飞机的第一波打野的关灯节奏 已经在下路给用过了 对 下一波节奏还要再等一等 等一等 然后Mistick下一波闪现也快好了 感觉VG在经历第二盘势力之后 可能队员的心态上面稍微显得有点起伏 第三盘显得有点急躁 对 打了有点急 尤其是刚才那波开窗 这波西也是有蓝的一个状态 所以不用回家 电影先打出来 现在X等下一波节奏吧 上路的话还是两个肉盾护锤 但是下路的话Mistick依然在耗 同时背伤过来做一个推塔的掩护 又是空到了 接一个维鲁斯的扎强Q 这个兵线这么多 然后VN和布鲁两个没有AOE的英雄 这个塔下兵吃起来特别的痛苦 是啊 他会被小兵和英雄一起去A这个防御塔镀层 对 下路这个这两个人的消耗太无解了 孟严在旁边蹲服 看看要不要再开一波大招 但是刚才已经吃亏了 这波开大 他先要找奥拉夫的一个位置 赛恩这边是开车上线的 开车上线 而孟严刚才因为在野区 他用自己的红扫描 扫掉了奥拉夫的一个眼睛 所以等于说他的位置也被W所洞悉 他这波不敢上了 而且刚才因为有一个点 就是波比回城了 就是很久还没有上线 他现在不知道波比 会不会就是说有什么动向 链子练住 打上电行 两条链子是把J的血量压到了半血 布隆举断 强行要守这波动作 但是背伤已经在旁边 为了大招已经给到了 瞬间的塔下秒杀 布隆 托罗马斯亚开出来 奥拉夫 看看孟严这波想去突 奥拉夫之前一个精神去规避了 孟严估计是距离差一点 没能突到最后的维鲁斯 塔下X开了一个精神 浪四方浪一个TP 应该是个立场座 可以落地保护一下自己的队友 这个TP好像也是被打断了 是不是刚才被妖精炼住 还被塔下所Q住 谁先抗塔 这一下第二下 他刚好用精神规避 这波W在塔下跃得太秀了吧 各种这种精神 互换血量 导致危机一度认为 自己要换掉的对手 然而却没有 对 与此同时 龙的属性稍显柔和 他也通过下塔拿掉之后 拿了第一条龙 第二条龙水龙 刚才孟严去关灯开大那波 没有去突 我估计可能是一技大招 距离不太够 所以他当时是选择了奥拉夫 作为突进的一个对象 对 就这波 想借位一下 但这个时候也交了个治疗 再加上奥拉夫有个闪现 而且莫格纳在这个地方 血量较好 并且黏着他 但是就众人 因为血量也低 这个时候一旦说落地一个利桑拙 还是会稍微担心一下 那莫格纳这个精准的Q技能 虽然说孟严在走位 但是 他这边 Mason还有一个金身 对 继续让下路二人组 W的下路二人组 去带一个推塔的节奏 来到了上路 这样子一来 峡谷先锋的争夺 主动权也掌握在W手中 主要是现在双方对换线 那VN还是吃亏 哎呦 血量很低 两段链自动电动 再抬过去给自己的大招 算是逼出了利桑拙的大招 维洛斯 哇 现在这个攻速很快 破败再加上一个翻局之功 他这场又是吃了好多痛 这边两边的POSE以及X碰上了 X这个血量很低 在冰下中塔 上中一起推过的大招又给了布隆 靠上莫格纳的灰盾敞开出出 莫格纳收掉了布隆的人头 应该是W给烫死的 暴拉夫还在旁边 悲伤现在是有一个闪现的 上塔应该也是可以很顺利的拿下来 现在维洛斯公司好快 等一波兵线 我就感觉VG 他输到的两盘 在下路的英雄选择方面 都是选择了对线 对了一盘 对 就下路对线输到两盘 下路对线输到两盘 都是在英雄的选择方面 强度不够 一盘是落霞 一边是这盘的维恩 虽然说他第一盘 应该也是选择了那把维恩 但是那盘可能 跟这盘的局势不太一样 就他反而是第一场比赛 就通过这个泰坦 等于说破掉了 W下路的这个锐气 因为当时第一盘 W他是选择了下路是 那个金克斯嘛 对 然后金克斯加上垂直 当时感觉就是 他不如泰坦 以及那个维恩有一定的 至少对抗性 不会那么的吃亏 但是第二局落霞 他有点吃亏 第三局又是维恩加上布隆 对上维鲁斯 导致第二盘和第三盘 他在下路对线都已经输了 就泡夫这个选手 他之前一直都是那种 线上打得比较稳 就是你不跟我打架 我也尽量不打架的那种 然后更善于去打团战的那种ABC 但是我觉得 就是还是要 见不同的对手 不停地要去改变一下 自己的风格 像你面对Mistig这种对手的话 你在线上稳住 可能对手Mistig是不想给你这个机会的 就导致现在VG第二盘第三盘 都是因为WE的下路在对线去打赢 然后一转线导致整个节奏被WE给打开 现在下路队位是领先了3500 一个整个大件啊 上中野的话主要是打野这边也有700块领先 中上其实还好都是可以接受的量 就我们在BP的时候可以看出 VG对WE是有一定的应对的 比如说他第三盘扳掉的塔姆 但是这个应对 仅仅是应对了WE在下路的一个保护能力 一个发育能力 但是WE在下路线上的一个强度 他依旧会选择像维鲁斯这种英雄去压制 就他没有在自身的选择上做一些调整 对 现在在15分钟 双方的经济差已经来到了8000块钱 而对于VG的整个野区的视野 尤其是下半区 基本上是沦陷的一个状态 Mestick这边假装是单人推线 侧面其实敦服了两个队友 VG也是心知肚明 知道维鲁斯旁边有人 后面对于VG来说 他们的 又是想去逼利桑佐的一个走位 大招再次给到了布隆 布隆现在身板有点头太能扛得住 射成了半线 对 伤害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因为是在塔下嘛 也就没有继续去跟进伤害了 对 后面VG的节奏就是 首先要清兵线 清兵线以后 孟严 老司机 利桑佐 大家一起进场 是 就找Mestick的维鲁斯 找成功那波团就有希望 找不成功 VG就要继续往后拖 但你想啊 现在 这边主动找一波机会吗 还是不敢 老司机不在正面找不了 就是你想啊 就是现在对于下路 ADC对位领先的3500块 这个要需要维恩用多少的时间 去弥补 而他在弥补这个经济的这段时间 维鲁斯又是很在 很猖狂的发育 除非说是 WE有一波 但是以为VG 它是一个大招流的阵 对对对 它大招流阵 它全给一个Z位 它还是有机会的 我觉得至少两波团战吧 还撞了一头 就最低血量撞不出来了 看一下这场防御塔 肚层经济 哇领先了1700多块钱 而且感觉大量的都是集中在MISTIC的身上 对 第二局第三局格局有点像 MISTIC一盘是女警 一盘是维鲁斯 都是很快的 在一开始就推进防御塔 然后转线 继续推 而现在西叶也在下半球带了起来 并且顺道去收一下石头人 现在就WG的抉择就是说 有塞恩放在下路 然后让维恩去上路去单独 去补一下自己的发育 因为会发现WG这个阵容 虽然是大招流 但是他们很仰仗维恩的伤害 维恩的装备 下一波孟严想关灯 他的精神现在又没有 孟严现在秒表是开过的 下一波估计团战 如果还没有复活甲的话 如果W再去起节奏 把节奏给提升起来 孟严可能团战一开始要卖自己了 对 或者就是说只能等塞恩 但是问题就是塞恩他现在线推不出去 他如果说这样强行怪 如果说开失败的话 万一单线上又兵线进到高地 就不好处理 男人开车还是赶线 赶线下路线 现在WG也是不太敢主动开团 因为他前面尝射几波 他发现孟严这个盾太克制 孟严的这种进场了 再加上维鲁斯现在有闪现 有治疗 只要距离一拉开 然后孟严就脆了 W原地插了一个针眼 三个人在旁边蹲服 维鲁斯可能用大招会做先手的 但是布龙也是很激进 用一个假眼插了出来 卡下又是把布龙给Q做 耗成了一个半血 维鲁斯暂时这个大招还没有放 一键一键打得很快 杨刀已经接近一个点满的情况下 又是一个大招直接控离三招 给自己一个大招 但是大招做这种交换的情况下 危机就更不好做先手了 对 因为他们刚才三已经用了开车上路上线 然后刚才利桑卓又用了自己的大招 那现在唯一的一个开团点就是孟严了 孟严现在又不敢进去 因为是一个破损的秒表 继续做逼近 但是利桑卓现在正在回家 这个二塔不太好守了 利桑卓刚刚回到家里 同时邀请一个双踩踩刀后排 把两个人打散 泡芙和南风 一个半血以下一个半血 那这个塔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再守了 现在是19分半的这个节点 大龙马上要刷 我们来看一下KIA商校的实时胜率 他认为目前的话是14.5比85.5 这个也确实啊 打到目前为止 整个野区都 危机的整个野区都沦陷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 不管说是大龙还是小龙 都没有办法去争夺 除非说主动打团打一波 而且那个团战打赢的概率 其实不是很大 因为有一个莫甘娜 再加上维鲁斯双招都在 而维恩这个时候的装备 他又不是一个有AOE伤害的英雄 不好处理妖姬 加上维鲁斯两个点 我估计 危机要等下一波 W在动大龙的时候 危机看看能不能在大龙坑内 展开一波进场的团战 就目前W现在领先的这个经济 9000多块钱 危机如果想在正面强行去开的话 有可能一开始他就会损兵折降 是 尤其是孟严的一个存活 咱们看孟严的春阁甲正在去做 如果这个复活甲 在下一波大龙团前做出来 那危机下一波团战 是有一定的这个开团的可能的 对 这要看W会不会把这个节奏提得足够快 妖姬又是在侧翼 把立桑轴打扮 大龙好像在动了呀 妖姬始终在牵制 这个大招暂时忍住了 大龙已经在打了 在打 老司机 老司机这个时候有TP T不T 孟严已经过来 但是孟严这个时候苦于自己 没有复活甲 老司机终于忍不住了 暗纳不住 2000多的斜线 孟严先关灯 大背众人撤出龙坑 老司机先进场 继续一下低波的伤害 在屏幕的上方 浩子先是撤出了一下 撤了一次 开了个精神 老司机回是EQ技能 但是E4剑 没能收掉奥拉夫 奥拉夫赶紧吃了个苦力多 扛个大品牌 看一下 西叶在侧翼 偷掉了威恩 双C已去其 南风去一个护盾响断后 但是西叶一个闪现加彩 砍下一波DoubleQ 旁边侧翼 左侧有一个背伤 一波绕后 闪现给斧头 减速再剪斧头 再扔 孟严这个大招 这个W技能开晚了呀 死前换不掉 波比斩下这个人头 这波打完之后 只剩下赛恩一个人 而中路一大波兵线进来 他会选择先下高地 这波团战又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没有能够切到Mistick 然后刚才这波Mistick 也仅仅是交出自己的治疗术 而且是交给队友的 我觉得真的 就还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怎么刚刚我说就是 孟严下一波 他非常想等到自己的复活甲做好 那是VG的一波非常好的 在龙坑内的一波决战的机会 那是VG为数不多的机会 但是如果W把节奏 提得足够快的话 他就可以利用孟严 看看没有做好复活甲的时候 直接踢拨节奏 这就是W他这个 他这个选择 其实就是卡你这个时间点 再来看一下这波 卡利波南风的这个位置 南风这个位置其实很危险 开了一个大招 但是红色方一个救赎撒下之后 后续红色方选择打 再让Pose从侧面过来 作为一个前排 他先敲了一个大招 虽然没敲好 但是扛了很多的伤害 自己到了犯血的情况 交出一个金身 后续会发现Mistick 这个时候已经是 无所顾及的输出 然后西野这波 也是非常的秀 利用自己的双踩 拿到了人头 然后后续就是 奥拉夫从侧面绕过来 闪现给斧头 给到一个减速 再绕一下 逼出对方一个闪现 然后再给一个斧头 然后这波X 他可以理解为他是掩护队友撤退吧 就是自己死掉 然后留一个吧 镜头切回来 这应该不是回放 应该是一个只是一个相同的位置 要及同没想进场 但是西野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一丝血 西野恐怕又被秒了 维尔斩掉西野 同时两个人红色方 只能做撤退了 梦炎直接飞后排 看一下要去斩Mistick 但Mistick回身输出 反手收掉了梦炎 你敢信 波比大锤队 一锤三 炮腑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炮腑还在拉打 但是没有办法 孩子一丝线还能继续做出桌 炮瓷身上 有一个梦炎给的黑洞 Mistick只能在旁边去游移 Mistick还在作战 两边ADC 黄成PK 双方换掉 但是这波互换 好像看到了 维尔这边进账了1000块钱 没有看到刚才这波团战 是怎么开起来的 但是这波团战打完之后 VG赚了一些 因为他们是在逆风的情况下 完成了一个3换4 对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波 W他的这站位没有站好 因为感觉第一时间打起来的话 正面人是不齐的 第一波西叶被秒了 西叶在一个人群当中 他当时想用W去踩伤害 但是好像正好回到人群当中 好像被赛MQ 再来看一下这些什么情况 正面的话 W人员是分散开的 布隆顶在最前面 然后西叶想要针对后排 但是被控制到了 被控制到虽然套了个木干娜的盾 但问题是血量已经很低了 然后再看一下后续 后续的话队友再赶过来 这个时候赶过来一个post 这个是他们队伍的一个前排 李英是站在最前面的 但是最后才进场 所以这个时候 VC他需要回复一下 有两条水龙 回复还是还不错的 然后让post挡了很长时间的伤害 已经挡不上去了 然后选择跟炮夫完成一个互换 用W拿到了他的人头 但主要是他的这个 一千块钱的赏金是给到了炮夫 对 我也拿了一千块 这波过后维员现在三件套 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W现在拿了三条水龙 就三条水龙 打这种一波流的这种打阵容 只要说一波拉扯开 他们选择蓄力 然后回身再打的那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是对抗的是一波流 一波流那冲进来就见分晓了 就是意思说如果说他们能够规避对方的那种第一波的进场 或者一波的进场 然后再选择跟对方去拉扯去打 利桑罗这波想进场直接想去拖后 白奥拉夫在一个侧夜梦也直接想去拖 Mistik Mistik已经要被击飞了 Mistik还在不停地速度 先掌那波浪在那被恐惧的水音好像解掉了一下 Mistik又被Killera挑起来 Mistik被维恩两下收掉 炮子套了个孟凯塔的核对在屏幕的上方 两个人正在追他 而下面西野也是不停地去牵扯 炮夫在屏幕的中央 砍下了一把吹破击 队友也打赢 这波威技大获全勝 这波威技打完之后 维恩这波打的功不可没 再加上梦魇的观增 就导致让W的团战里面是 看一下西野 西野敢去吗 先看一下这个地方 但是他过去之后 主要这儿有个赛恩挡在最前面 刚才纠正一点 在团战中应该是我当时说 Mistik好像是水音解掉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装备来是没有水音的 对对对 蛮紫芳现在应该在打大龙 西野还在不停地去牵扯 塞恩在旁边骚扰他 这波团战威治还是打得比较好啊 主要是孟严在团战这个观增的效果 太限制那种ADC的输出了 是的 西野现在就在旁边 打龙打得很快 现在维恩的扬刀是满的 西野直接踩进去双踩后排 这一波单吃维恩 孟严交出自己的闪现 但是西野如影最新 直接一波double kill 奥拉夫正在单人solo这条大龙 成功地拿掉继承了西野的一波 虽然说西野刚才阵亡了 但是他的进场是导致 VG众人只能四散而逃 帮助奥拉夫有一波 很好的抢大龙的机会 哇 这波西野就在旁边 走到脸上一个双踩 甚至闪现都没有用 VG众将 还是一心只有龙啊 没有西野啊 这个 那这样子一来了 我们看一下最后高地这波兵线 Messick直接套着孟丹拉的黑盾 直接一个磨面的威鲁斯 防御塔虽然打了他两下 但是并没能打死 J过来 开了一个一技能 想先清兵 但兵根本就清不掉 这个大招似乎也在CD 没有大招的立场 直接命丧当场 还有一个pose 正在防御塔正在打他 车里子一个Q技能 极限 但是没能Q起来 旁边还有队友进行 对他进行一年 维恩应该收到这个人头 对 这个时候维恩出来的话 W只能后撤 但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已经把VG的门牙拔掉了一颗 我觉得刚才这波大拢 真的是太极限了吧 就VG他们一开始 就只想着打拢 自己血量那么低 然后就被西叶 你要说他血量其实还好 但是主要西叶 他走脸一个双彩 没有人能够限制他 对 你说赛安赛这个时候 至少给一个Q或者怎么样 然后他就这么进来 虽然说西叶远命了 但是后续进去了 不在这个地方 哇 孤独打龙 无人顾及 感觉VG他毕竟打龙 没有飞那么的快 就毕竟是四个人 然后一个腰机在旁边 我当时想的是 可能比如说 闪现去一个双彩 但是西叶就是走到脸上 然后一个双彩 就感觉他在那个龙坑里面 来去自如的那种感觉 没有人能够 没有想去限制住他 就仿佛西叶是蓝色旁的 打到现在的话 双方经济依然是很大 大的优势依然在W这边 但是有一个点就是 现在炮子已经扛不住 维恩的伤害了 然后下一波 Messic的治疗快好了 先看一下 W利用这个大龙buff 会做多少的事情 因为中路高地已经告破 现在众人齐聚下路 带着大炮车 想要轰下路的高地塔 但维恩这个地方 他毕竟手短 手短的话 他不好清理这个大炮车 对 现在中路兵线 也有腰机的牵制 腰机又从侧翼过来 先去偷一些 利桑卓身上的血线 维洛斯这个大招 已经给过了 耗着一个孟干亚的黑盾 Messic还在不停地输出 一个布隆 布隆交出这次省线 利桑卓在前排 给了自己一个大招 防御塔暂时还没有打 孟严关灯掩护一下队友 布隆借助队友 做一个位移 齐聚还在不停地去年 又打了个炮复一个半线 这波危机的两重开团 都失败了 所以导致在他们这波 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只能溜了 但是两路高地 已经被W拿下来了 现在奥拉夫把中路的兵线 也运进来 两路兵线 会是在门牙塔下面 还在不停地去清兵 波碧建议风采掀开 这个时候利桑卓的血线 不是很好 又是被莫加纳直接收掉了 腰级直接打出了成都的伤害 被空弹原裂 炮夫往自己的水拳去撤 但是蝎已经断他的后了 一个Q技能直接收掉 而对于悲伤选手 他两耳不闻天下 是一心只拆门牙塔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最后一个复活者 也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恭喜WE在这场比赛里面 2比1战胜了VG战队 恭喜 最后这场比赛对WE来说的话 他们首先是在前中期 拿到了很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可能在打团端上 也是在就这个BO3赛前说的 就是VG战队 他们其实打团是比较出色的 所以他们最后一把 拿这个阵容也是偏打团的 对 所以他们在打团里面 是失利了两波之后 但是因为前期的优势太大了 这两波并不足以 让这个天平转到VG这一边 恭喜WE的小伙子们 这场比赛让一追 对三场打得非常的出色 而且尤其是 尤其是第一场的话 第一场的话是属于 来来回回的那种 甚至是有一些优势 是掌握在VG手中的 那第二场的话 是整个的一个碾压 那第三场的话 它就是两边阵容 拿的风格完全不同 一方面是开团的 另一方面是 跟我维尔斯这个点 然后或者说是 妖姬加奥拉夫这个点 打一些下半区的优势 这样子不同的一个风格 最近发现WE他们 比赛的阵容 选择更加的多样了 尤其是在塔姆被搬掉了以后 他们被搬掉 他们依旧有这种 莫格纳打出来去打线 然后在下路继续去滚雪球 去拆防御塔肚层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 VG下路在两盘 第二盘第三局 这个BP的时候 比较难受的一点 两局在下路 都有点输线了 导致被WE的下路 一盘是女警 一盘是威鲁斯 快速的推进防御塔 快速的转线 然后峡谷先锋 就令VG两盘 偏打团的一个阵容 非常掣肘 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 是来看一下赛后数据对比吧 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 输出最高的依然是 WE的MISTIC选手 同时系列选手 也是打出了很高的伤害 然后整场比赛的经济 主要的优势 也是掌握在WE的手中的 主要还是从线上 就打得非常的出色 首先在线上 没有给到VG的一些机会 但是在团战里面 可能吃到了几波 吃到了几波失利 但主要还是后续的 最终拿那个大龙buff 比较的关键 就能够终结比赛吧 在30分钟的时候 对 那波西叶 非常非常的关键 当时VG是打了一波好团 那波团是 首先切掉了MISTIC 然后西叶在旁边 已经不太敢于去输出了 但是就是在VG 四名队员在打大龙的时候 他们没有对西叶 造成任何的骚扰 导致西叶走到脸上 一个双彩 先秒掉VN 那大龙肯定VG就打不了了 再上去找西叶麻烦的时候 西叶又死前换掉一个 试想一下 如果说刚才那个大龙 让VG拿到了 他们有可能还会 再拖很长的一段时间 至少这场比赛 不会那么快地终结掉 对 那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 本场三场比赛 都是非常的精彩 当然了不要忘记 我们的酷炫神装 第七件 战马能量不掉线 欢迎大家到京东商城搜索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get LPL同款的能量神装 用满满的能量carry全场 没错 就像两支战队一样 今天其实这两支队伍 尤其VG第一场 我觉得打得也非常不错 第一场的一个BP 最后一个蓝色王第五手 选出了一个泰坦 然后去在团前 团战中 疯狂地可以限制住 这个金克斯 并且自己可以承担 非常大量的伤害 我觉得这一手BP 我觉得VG做得很好 其实在第二盘第三盘 VG在BP上 尤其在线上 尤其在下路线上 吃了比较大的亏 导致了第二盘第三盘 比较快速的一个 由WE取得胜利 对 其实说到BP这个点 我想就是说WE吧 就是WE他们一直以来 韩冰加上塔姆 都是很多战队会去针对 会去研究的一个点 但对于WE自身而言的话 如果说他们能够进到季后赛 我觉得他们更多要去准备 除了韩冰加塔姆之外的 很多的打法 因为一定所有的对手 都会去针对你 是的 尤其是塔姆这个点 今天VG 我记得是搬了两盘 搬了第一局和第三局 第二局给放出来 但效果并不是很好 对 然后放出来两盘 然后其他队伍 其实面对WE 我觉得这个点还是会针对的 对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 要考虑一下WE 它这种多样性的一个点吧 那我们也是看一下 上一场的一个 比较精彩的集顶画面 这应该是VG打赢的一波团 对 直接去指Mistik 这个应该是 然后奥拉夫从后面切进来 但是你会发现 没人管破夫 就是奥拉夫切进来之后 他也就是从炮夫面前 直接溜过去 然后去切到团战里面 然后炮夫这个位置 就发挥的很好了 然后就可以四一的输出 拿到了一波三杀 对 然后这个就是关键的一个 胜负手的 在西叶身上 怎么看 孟眼是开了一个W 是可以规避其中一彩 但是 V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表示我 你没有教我这个技能 对对对 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天赋 对啊 那最终的话 他就是给到队友 悲伤选手一个很长时间 去单独Rush大龙的时间 就感觉自己辛辛苦 VG辛辛苦打了半天的大龙 然后去拱手相让 为别人做嫁衣了 对为别人做嫁衣了 所以对于VG来说 刚才这个龙也是非常的可惜 来看一下选手势力之情况 W5名选手都实现了领先 尤其在上路的POSE方面 哇 94% 这个非常厉害 上一场POSE选手 玩了一个波比 虽然说上一场POSE的波比 并没有说团战中 他的这个非常亮眼的发挥 但是至少我们看到 POSE选手 但是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不管说是上一个BO3里面 用了杰斯 还是说用了凯南 还是说今天的各种发挥也好 都是趋于稳定了 没错 今次的粉丝贡献榜 前三角的选手 CMSTIC和DWMP 这应该是另外一场比赛 对 因为我们现在打了一个BO3 BO3是打满了 所以刚刚已经开始在7点钟的 RW打OMG也开始了 但是DWMP选手是第一个 FPS那场比赛 大家看一下 今日粉丝贡献榜 第一位是 A姓选手 A姓观众 然后第二位是 天台少年王纪超 第三位是 YUXXXL 这个比较难念 然后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好像很多刘青松的粉丝 对 今天的比赛 还是比较的多的 因为是今天礼拜天 我们的超级比赛 日会有三场比赛 从两点钟就开打了 所以我们 现在LPL的常规赛已经 常规赛到一个尾声了 对 没剩几场了 31号就常规赛的最后一场 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 每一天的空闲时间来收看 我们LPL的比赛 那现在就是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MVP会给到哪个选手 我觉得这场比赛 可能核心输出是Mystic 但是西叶那波抢龙 可能是关键之关键吧 我可能觉得西叶可能性大一些 那我们来揭晓一下 MVP是给到了哪位选手 是给到了Mazing选手 因为我们可能是考虑到 他的这个盾 保护能力做得不错 前期的重要性 对 尤其是在下路那波对评 孟严第一次关灯过来 当时就是及时给了个盾 对 然后他的KDA是5-2-18 伤害战比14.4% 参战率92% 然后城堂战比19% 购买控制守卫是8次MVP次数一次 我觉得还有一个考量吧 因为我们频繁地说 他们下路Mazing加上Mazing的这个组合 习惯于用艾希加塔姆 但是一直以来 我们没有看到Mazing选手 拿过一次MVP 但他的塔姆确实在比赛中 发挥得非常的优秀 我觉得这个MVP 不光是涵盖了他本场的 莫干达的一个优秀表现 也算是总结了 他在状态逐渐变好之后 和Mazing的一个配合 是可以用优秀来说的 没毛病 只不过这个高度拔得有点高 其实应该评价就是这场 我知道是这场 但是我想升华一下 挺好的 挺好的 就是选手确实打得也不错 然后甚至你说一个塔姆 如果说可以放上班位 虽然说塔姆 他的这个优先级 在辅助里面也算高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塔姆 当作WE的一个队伍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东西来去说的话 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要说队灰 我差点想说队灰 对啊 我就以为你要是